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真顾研究室 河南老乡把那条做到了IPO 把两元一个的蜜雪冰成田桶卖到了东南亚 其实老乡们还有一门生意做得不错 把本地超市这个传统倒不能再传统的辛苦生意 也做出了花 做成了全国的口碑 在河南的超市界有四大天王之说 东有许昌胖东来 西有洛阳大张 西南有南阳万德龙 南有西洋西亚和美 这些超市几乎都进入或曾经入列全国百强超市榜 数量上虽然不是全国最多的 销售规模加起来不是全国最大的 但这四大天王却是最出圈的 比如人尽皆知的胖东来超市 员工工资是当地开得最高的 每周休息时间是最多的 顾客口碑是最满意的 还赶跑了沃尔玛 加勒福等国际大鳄 连本土巨头永辉超市也难以入他们的眼 他们扎根本土 对全国扩张兴趣不大 硬生生在自己一亩三分地上 做出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是幸福 据说成了河南当地人人都向往的一大就业目的地 一 河南超市的传说 当一些旅游景点还在凹网红造型时 河南本土超市却早已成为热门打卡地 理由有两点 一是只在河南有 二是十足优秀 活成了传说 比如 在许昌这一三国时 魏国的都城 据说只有周二不堵车 因为本地最大的超市 许昌胖东来 周二休息不营业 其他日子 外地人会搭高铁 抢着从外地来许昌 只为一口胖东来的烤鸡腿 如果碰上胖东来网红大月饼新鲜出炉 凌晨一点半就得在超市前排队抢购 在曾经的东都洛阳 据说一些上了年纪的洛阳人 他们习惯把所有超市都叫做大张 这里根本不存在榴莲盲盒一说 因为跳完榴莲后 工作人员会现场帮忙开小口 榴莲肉不饱满 就不贴价格标签 要是坏了就直接扔掉 你不爽 他让你爽 在整个信仰 就没有西亚和美到不了的地方 企业文化强势到一月 出版一本西亚和美自己的文集 凭借卖出三块一个的大鸡腿 一战成名 南洋万德龙的店铺租金成本一度成迷 因为这家超市内一个普通通道 就宽敞到 足以让两辆私家车同时并排通过 除了烤鸡腿 月饼 榴莲这些硬通货 这四大超市还以服务见长 中国超市的服务业水平 向来就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一般来说 店员工资本来就不高 工作时间也不算短 所以店员们干起活来 也就很难百分百投入 不过 这个常识 在内陆的河南 似乎是走不通的 走向国际化的风 没吹到这里 但服务水准 完全走在国际前列 比如厕所问题 很多评价超市的厕所 一般是能省则省 看得过去可能就行了 但在胖东来 连马桶都额外 分出有老人 小孩专用 还给女性准备了卫生巾 以次性内裤 头绳 发夹等常用品 装备比家里还要齐全 超市也照顾到情侣和谐 据说胖东来会在公共地方设有电竞体验区 情侣们再也不用因为逛街的玉职不同而闹别扭 真正做到你好我好岁月静好 这四大超市活成了全国人民心中想要的超市样子 为什么不开到我家门口来 是很多人的心声 更难得的是 他们还活成了打工人的梦想职场 这当中最有名的是胖东来 因给员工颁发委屈奖而皮上热搜 员工在这里打工有三多 工资多 价期多 笨头多 据说 这里员工每年代薪休假40天 每周二闭店休息 让员工休养生息 这里的薪资高于同行两到三倍 网上流传着一组数据 清洁工月薪4000元 电器城员工月薪7000元 店长助理年薪35万 店长年薪50万 区域经理 员工年薪100万 这都还不算 老板每年年底还拿出净利的50% 也有一说 拿出年营收90%以上 用于员工分红 小米的雷军夸胖东来 是神一般的存在 还特地来朝圣学习 自己也曾拿出400亿港币 投了大润发超市的马云 也有感而发 胖东来引发了中国零售商的新思维 是中国企业的一面棋子 难以置信 中国超市的旗帜标杆 不是出现在一线大城市 也不是出现在外资企业 而就是从河南本土生长发芽 究竟是什么样的土壤 孕育了这样的中国式超市文明 二 河南超市是怎么牛起来的 看一个行业发展 人们惯常会通过天时 地利 人和这种传统观念来分析 把这三点套用在河南本土超市的四大天王上 也能说得通 从天时来看 几家超市都赶上了中国超市发展的风口 有风口在 猪都能飞起 大张超市成立于1992年 胖东来成立于1995年3月 西洋西亚和美超市成立于1995年 南洋万德龙超市成立于1999年 从成立时间看 这些超市都发迹于上世纪90年代 是我国超市行业在进入改革开放之后的快速发展期 在这之前 人们的生活场景是菜市场 小卖部 杂货铺 但超市这个新物种 直接带来了亮堂的购物环境 干净卫生 琳琅满目的商品 满足了人们的消费升级所需 这些本土超市成立的时间 不是单一的 而是行业普遍现象 比如中国台湾的大人发 也是1996年才成立 1997年才开出第一家 号称由华人自行规划运营的大型现代化超市 1995至1996年 也是中国第一家家乐福 沃尔玛分别在北京和深圳开业的时间 所以河南的本土四大天王 在进入市场的时间点上 至少是踩中了风口 从低利来看 虽然这些超市都开在中小城市 但那只是行政建制上的小 作为人口过亿的大省 河南每个地级市的人口都堪称大城市 比如胖东来所在的许昌 2021年末的全市城镇常住人口就有239.2万 大张超市所在的洛阳 2021年末的全市城镇常住人口有470万 西阳和南阳的全市城镇常住人口分别有316万和502万 人口基数在这 只要超市经营得不过于拉垮 不至于没有生意 另外 由于国内外资本大鳄一般会率先布局一二线城市 这也给三四线城市的本土超市发展留下了空间 还有一点地利是河南 也是中国的农业大省 羊游大省 这给这些超市开展生鲜区自采自营 也提供了丰富的本地资源 要知道在超市的货架上 生鲜区的毛利率一般都是最为可观的 高的能达到40% 这也是胖东来 大张超市 会花大力气去经营的地方 也是愿意大投入去建设农产品集散中心 生鲜粪检配送中心等地的原因 再就是人和 作为消费者最直观的人和感受 这些超市服务质量都不错 以胖东来为例 他被称为零售界的海底捞 提起海底捞 大众的印象是 价格不是火锅店里最便宜的 但服务应该是比较好的 在海底捞 人们等未时有小时 过生日时 有人能现场唱歌送祝福 服务员专桌服务 一壶百应 这让顾客普遍感到物有所值 物超所值 但凡同事 家庭聚会 大众脑海里的餐馆排序 海底捞的优先级都比较靠前 胖东来也是如此 胖东来的一些服务理念 放到如今 都让人感觉比较超前 比如 他的不满意 就退货 不是每家超市能做到 因为这里面 难免会有人耐用这一条款 形成超市的货损 但胖东来选择相信 广大顾客 另外 胖东来不怎么打折促销 同时 免费提供许多小服务 比如 免费维修 免费运烫 免费锁边 和休闲等 给顾客最大500元的 投诉奖励等 这些服务的供给成本 不知道有多少 但比起 它产生的口碑价值 客流复购意愿 信赖价值 估计要小得多 事实上 胖东来不是靠低价来做生意的 反而是通过这些服务 保证了一定的利润率 美国哈佛商业杂志 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 公司利润的25%至85% 来自于再次光临的顾客 而吸引他们再来的因素 首先是服务质量的好坏 其次是产品本身 最后才是价格 看来 胖东来至少是把这个道理完明白了 那么 这些人和背后产生的机制是什么呢 一条硬道理是 不可能让员工只谈奉献 不谈所得 如贤述 胖东来员工的工资 在许昌当地是有竞争力的 创始人于东来 也不把自己的财富藏着掖着独享 而是会回馈给员工 有分析人士称 胖东来的管理是满满的逼他思维 看上去老板挺吃亏 但因为发挥了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实际上 这位精明的老板 是在看不见的地方 把员工的内耗成本降到最低 而把员工的创造性发挥到最高 这背后的思维 还是成本思想在起作用 对于一家超市而言 它的经营主要来源于 采购 运营 损耗 营销等四大成本 这些成本相对显性 但看不见成本的地方 则是员工的精气神和主观能动性 这是很多企业容易忽略的地方 况且超市的本质是零售加服务 很多超市只看重零售 只重视交易转化 认为服务过得去就行 但胖东来则是击穿服务 把服务做到地域最高 把支撑好服务的背后体系做到最好 让员工与超市形成一荣俱荣的关系 超市作为企业有了万众一心 肯定是比那些只能单打独斗的 一人老板超市要更具战斗力的多 实际上从国际的沃尔玛到本土的永辉超市 都不是没想过进入这些城市 虽然这些大超市都不乏资本实力和运营手腕 打出的各种超商店铺概念 多得让人眼花缭乱 但这些商超被诟病最多的 就是失去了最基本的东西 比如其粗放的商品管理 永辉超市就发生过 员工在地上为鸡腿画动的事件 超市店员脸上堪称丧偶事卖货脸色等 久而久之 消费者不会自讨没趣 再去这些超市购物 在日益同质化的商超竞争中 服务是最容易被消费者感知的 也最容易形成购物粘性和品牌心智 产生源源不断的富力 在胖东来的带领下 河南其他超市据说 也形成了正向的竞争氛围 来自洛阳的大张超市在服务上 常被网友拿来与胖东来进行比较 各有各的比较维度 但这种舆论对大张和胖东来来说 就是一种鞭策 即便有负面评论 比如价格不便宜等 但落脚点基本上不会有人诟病服务差 这种好的竞争氛围下 肯定是有利于一个区域的超市 集体走向更高水平的竞争 形成正向循环 三 河南超市开出了怎样新的价值观 从资本赚快钱的视角来看 开超市不是一个性感的行业 它的生意需要一分一秒守出来 不可能一夜暴富 赚的是辛苦钱 就拿全国排名第一的连锁超市 永辉超市来说 2023年上半年 永辉的综合毛利率为21.99% 只能算公认的一般企业 正常毛利率的下限区间 为了形成规模效应 在过去几年 中国超市行业的主要玩家 都走上了全国开店的扩张之路 比如永辉超市2001年只有三家 2010年IPO时增加到了156家 截至目前已经有1008家 覆盖全国29个省市 近600个城市 华人玩家超市 2014年持有4127家店 近年有所减少 但仍然有3130家店 覆盖全国30个省市区 116个地级市 因为有规模在 这两家超市都位居中国超市 实力榜单的头部 与这些全国扩张的大品牌相比 河南超市的主要玩家 主要占据于地方 在对外扩张上十分克制 似乎从未想过 利用在本地经营的 know how去全国复制 而且彼此也井水不犯河水 相反还互相有所帮扶 2011年胖东来和西洋西亚 南洋万德龙 洛阳大张 组成一个地方商业联盟 一方面化界而至互不侵犯 形成河南各式割据之势 另一方面 四家又互通有无 自愿连锁 这一合作被称为四方联采 据说 这一联盟是胖东来创始人 于东来在麻将桌上谈成的 给河南超市业又增添了几分神奇色彩 在这种地方诸侯们的安排下 几家超市在发展上都努力克制冒进 以稳为先 就拿其中发展的最好的胖东来而言 目前他在河南只开了35家超市 大部分只在许昌 新乡两地 总部位于洛阳的大张超市 相对比较活跃 部分店已经开到省外 但大部分仍然在省内 公开资料显示 大张超市开设零售门店94家 省外部分主要开到了苏州 镇江 无锡 南昌等地 但省外的门店数量总体较少 门店少 所以经营规模也不算太大 公开资料显示 胖东来超市 2022年营业收入在70亿元人民币 大张超市当年营收为86.8亿元 而永辉超市当年全年营收为900亿人民币 收入的规模化差距还是不小的 为何河南的超市不想跨界到省外呢 在分析人士看来 这是一种符合这些超市发展实际的策略 比如胖东来 他以服务建长闻名 多年来他构成了一种超市与员工双向 超市与用户双向 超市与供应商双向的信任关系 这种信任关系带来的利点是塑造护城河 帮企业省去了很多隐性成本 但这种信任关系没有日积月累难以达成 如果要全国拓电 未必胖东来就能迅速建立起相关的管理能力 即便建立他也有自身管理能力的极限 过了极限 其付出的各类成本可能会大于管理带来的收益 另外 河南的这些超市扎根本土 实际上享受了本地丰饶的物产与低利 甚至人脉资源走出当地 这些条件估计会尽失 反而需要超市持续不断的给予大的投入 挤占现金流未必就是一门好生意 再者又大又全的传统超市 现在也真不是一个显学 在一线城市 会员式仓储成了城市中产的网红打卡地 这里面能提供更具个性化的商品 其主打的品价比 好商品 低价格成了一大卖点 相反 传统的大商超逛一次时间成本不低 商品也同质化严重 只能吸引节衣缩食的老年客流 对于更愿意花钱的年轻人而言 吸引力在下降 所以对河南本地超市而言 继续服务好当地 可能就是一门最好的生意 这当中还有无限的空间 事实上 不管是商超还是这几年流行的开药店 聪明的大众已经逐渐意识到 把店开得多多的 当然便利了生活 然而对于这些店老板而言 生意究竟好不好做是另外一回事 人们对大而全的表面资本叙事 已经越来越充满警惕 因为很多人已经发现 大干快上满足的只是资本需求 而不是大众消费者的真实所需 河南四大超市的故事 也给时下的中国人一点启发 生意未必就要在高台上 做到无限大才叫成功 做到一定的规模 不断向下挖掘内生价值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毕竟幸福是有限度的 过了限度生意带来的幸福 也会让人麻木